戀愛上面是 我曾經有被媽媽偷聽過電話 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時代在改變 然後我覺得要多給孩子們 一點點自己發展的空間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自己 面對事情處理問題的能力 那只是每個人長得不一樣而已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 可以給孩子們一點點 自己去跟異性相處的這個空間 那現在長大的媽媽 有給你感情上的空間嗎 媽媽基本上不太問感情 但我覺得來自於更長一輩的 是祖父母啊 他們會說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每一次過年都會有這個問題 怎麼辦 就快了快了再等一下 我也好想要有孩子這樣子 他們就會很開心 覺得我有心在想這件事情 對 媽媽是不敢問的 媽媽喔 媽媽可能看到我這樣 每天她也要載我 有時候她會想要載我上通告 也知道我的情況啦 對啊 滿大的 滿難過的 然後那一段 剛開始就結束了 因為對方也會感受到壓力 就是說 我也不想 好像談戀愛被知道這樣子 所以很快的因為這通電話 被偷聽之後 就沒了這樣子 怎麼不尊重我的隱私這樣子 對啊 因為小時候在那個 國外念過書 然後就很尊重自己的隱私這一塊 那我覺得這一點被 被父母親這樣子 會覺得有點沒有辦法接受 對 其實說實在 家家又有一個難念的經 我們沒有辦法太 太 給大家一個方式 但是我覺得 都要互相的體諒 孩子真的會有壓力 那父母真的也要多多去 為孩子想 然後 站在他們的角度看 有時候呢 可能是自己逼太 逼太緊 會讓孩子真的喘不過氣 然後要找到一個 全家可以一起 休閒的方式 比方說一起去運動 一起去散步 我覺得這都是很好的事情 國外的家長太自由 那國內的家長太保守 就是 他們可能會自由的讓孩子生長 然後 然後讓他們發展出自己一個 很獨特的個性 拿個例子來說 那個 國外的父母可以允許 自己的孩子 叫他們的名字 然後但是 在台灣是不可能的嘛 我覺得這一點就差蠻多的 其實每一個孩子都會 自己發展出一個 新的樣子 不一定要規範它 長成什麼樣子 比方說 我們拿那個西瓜 種在那個四方形的盒子裡面 就變成正方形西瓜 這樣真的好嗎 我覺得好像也不太好 我覺得 稍微綜合一點 國外的父母 也可以稍微有一點 規律 規範 然後在 我們國內的父母親 能夠讓他們 多多發展看看 讓他們試試看 自己如何去成長 對 所以演藝圈的收視率啊 的壓力啊 或者是狗仔這種 會不會對你造成什麼煩惱 還是機制性 還 還行 還行 對 因為在 在收視率以前經歷過了啦 那我覺得現在是 Enjoy 然後另外狗仔方面 這個他們 有他們的工作要做 我們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 對 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